这个女人深吸一口气 随后距离喷向面前悬空摆动的一张白纸 白纸中间瞬间出现一个破洞 但她再次将气突出 桌上的一盘蜡烛又阴神熄灭 这就是传说中的密宗神功 今天带来这部武侠老电影《密宗圣手》 女主青蓝是川刊总龙头曾六爷的女儿 模样俊巧不说 还自小形念了一身过人的武功 是曾六爷的《掌上明珠》 眼看曾六爷年事已高 于是打算给女儿找一个如意朗君 并且准备将一众家业全部交给他管理 于是就在一位高僧好友和曾家大管家的主持下 举起了一场身世浩大的比武招亲大赛 大赛吸引了众多慕名而乐的青年才俊 最终经过一番比拼 以五虎断魂掌闻命的高一帆和高正 凭借高超的武功拔在头筹 青蓝也对英俊潇洒的高一帆心生爱慕之情 只是高一帆因为早就心有所属 不想答应这门亲事 这令他的义兄高正十分恼怒 原来高正早就寄予曾家的势力和家业 只要高一帆成为曾家的女婿 那曾家的所有一切将会成为高家的男中职务 眼看到嘴的鸭子就要飞走 心狠手辣的高正竟然趁高一帆不备之急 将高一帆杀害 随后找了一个和他长相酷似的人 代替高一帆进入了曾家 曾家和女主没有察觉 竟然被门闭过去 不久就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举行了婚礼 与此同时 曾家的一个下人小许 得知了女主嫁人的消息 来到河边暗自伤心 因为她和女主自幼一起青梅竹马 早就喜欢上了女主 而曾六爷也把她当做儿子看待 只是两人地位悬殊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小许也只能接受了现实 这一切都被高正看在了眼里 为了尽快得到曾家的财产和势力 一个恶毒的计划出现在她的心里 这天晚上 她趁女主不注意之时 偷袭了她和高一帆 高一帆不幸遇难 而女主则被打伤了喉咙 晕了过去 伪造了现场后 高正 立刻跑来曾六爷这里 诬告女主和小许私通 并杀害了高一帆 曾六爷没想到 女儿能做出这等犹如蛮风之时 立刻大怒 派人将女主和小许抓起来 好在小许在最后关头逃了出来 幸免于难 而女主则因为喉咙被伤 无法辩解 最终被处以家法 投入盒中任其自生自灭 随后悲痛万分的曾六爷 因恨生病 无法再管理曾家 于是就将曾家的产业和势力 全部交由高正管理 高正终于得到了曾家的一切 与此同时 逃出的小许 已经偷偷的将女主救了起来 在他精心的照料下 女主着不得恢复了健康 经过多番打听 他们也终于得知了所有的一切 都是高正所做 女主悲愤异常 立刻叫回去找高正报仇 却被小许拦下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高正的对手 就在两人走投无路之时 小许想到了曾六爷的好友高僧 而他正是密宗神功的传人 于是两人立刻投奔来 请求收留 听了两人的遭遇后 高僧念在与曾六爷的交情 便收留了他们 他们也从高僧那里得知 高正的五虎断魂掌的克制方法 首先要苦练弃功 将自己的肌肉念得收缩自入 煎入钢铁 软弱棉花 第二 不要近身作战 要用脚去攻击敌人 只要这两点做到 即可击败高正 大仇得报 从此两人就跟随高僧 在妙中 只是一开始 高僧并没有教他们任何武功 反而是让他们和其他僧人一样 扫扫地做做饭 等普通的工作 并没有一丝传授武功的意思 甚至还命两人 用箩筐勒于额头 并钻满石块 徒步运送至山顶之上 准备煎一座食物 没有办法 两人只能照做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 两人每天机械地将石头运上山顶 被折磨得精品力尽 好在终于运够了所有的食料 只是随后高僧的一句话 让他们顿时恼怒异常 原来高僧命他们将辛辛苦苦运上山的所有石块 再全部运回山下 两人当时就不干了 而高僧也在此时说出了原因 原来背石头上山和背石头下山 运用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已经是在不知不觉中 习练密宗神功的运气之法了 两人顿时心情异常 随后高僧这才开始传授他们密宗神功的席练之法 首先是集中精神聚气于丹田 然后快速吐出 将面前的一排油灯瞬间吹灭 再一个就是将面前悬空摆动的白纸 隔空吐气将其吹破 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困难 寻常之人根本完成不了 这时两人每天背石头练血力量的效果就显现出来 几个月之后 他们从只能吹灭几盏油灯 变成了毫不费力吹灭一排油灯 从可以吹破固定白纸 现在可以瞬间吹破悬空摆动的白纸了 而经过两人不懈的席练对战 他们的肌肉也终于练得控制自如 可以坚硬如钢 也可以柔弱如眠 密宗神功的席练已经一日千里 这让高僧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是到了神功练成下山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 已经控制了曾家的高正还不满足 他想将整个窗坑全部拒为己有 而曾家大管家和曾六爷就成了他最大的障碍 很快 大管家就被高正派去的手下袭击领了盒饭 但曾六爷岂能任由高正宰割 始终不肯就范 高正顿起杀心 将曾六爷打翻在地 前军一发之际 女儿清兰和小许两人及时赶到 救下了父亲 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高正的一众高手便被两人一一打败 只剩下了高正一人 高正的五虎断魂掌 果然威力无比 清兰在他淋漓的虎爪之下 节节败退 小许想起了高僧不可近身的高借 立刻用腿攻击 果然形势立刻扭转 而此时 清兰也拒气于口 吐向高正 高正躲避不及 遭到重创 最终清兰小许两人联手 送高正领了盒饭 故事到此结束